今天跟大家介紹母乳罩要怎麼做 母乳罩當然要有母乳啦 那還有其他的油做基底 我們要來調油 所以你需要準備棕櫚油 椰子油 橄欖油 那橄欖油其實如果你越清澈 你需要打的時間就會越久 那我們是用橄欖破油 它就比較粗糙一點點 它打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那用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成分我等一下會貼在旁邊給大家看 那一開始當然是先用橄欖油 跟椰子油 棕櫚油、椰子油跟橄欖油 把它倒進去混合在一起 好我們就先倒了 好一開始呢先用棕櫚油 倒進去70公克裡面 我已經先倒進去了 然後接下來呢 椰子油120公克 好椰子油 我要加120公克了 好 好超過一點點 不小心多到了 1.5公克 但是這樣沒有關係 好接下來呢 是 是 橄欖油 我這個是橄欖破油 橄欖破油 好 橄欖破油呢 我需要倒500公克 我先給它歸零 我再來倒500公克 好 500公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你的肥皂 是用一堆油所做成的 那通常人家在加油的時候 為了要讓油好化 所以他們會添加一些化學藥劑 所以外面的肥皂 你擦起來會有時候會過敏會幹嘛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如果是你自己做肥皂 你只添加油 本身就不太會有出問題 好 我小便抖得有點厲害 等我一下 現在才300多公克而已 那這個瓶子設計不好 會這樣子 快到了 我要慢慢倒 不然會過 好400 60了 70了 80了 90了 96了 99了 差一點點 再滴兩下 好500剛剛好 好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要把這三種油混合之後 拿去加熱40到45度C 好 接下來啊 重頭戲就是母乳罩的主體 母乳一份 那我們這個母乳的含量呢 是150克 另外呢 要讓母乳發那個 跟氫氧化鈉做結合 所以我們又買了氫氧化鈉 把這兩個混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看他 好我們現在有那個150克的母乳 那我現在要加100公克的氫氧化鈉 好 100公克的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有危險性 所以碰的人 最好是 稍微擦乾你的手 然後 最好是 不要接觸到他 能帶手套 盡量帶手套 完美 然後這個接下來就是 不斷的跟他攪拌 攪拌攪拌攪拌到40度C 好 這邊我們就快轉啦 一桶混合油 加熱到45度 OK 好 我這邊的油看一下溫度計 已經到45度C 都已經到50度C左右上去了 所以在這邊我就要棒子讓他有點冷一下 順便等氫氧化鈉那邊好 好 我們等一下喔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氫氧化鈉跟母乳攪拌完畢了 攪拌完畢了之後呢 我們要讓他看看溫度是不是達到40度 我們量一下 他融合過後呢 因為氫氧化鈉會產生 把那個母乳融化掉 融化掉之後 他會有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他溫度會上升 那我們需要這個溫度大概到40度 等他到40度的時候 跟剛剛的中和油混在一起 中和油要40到45度 然後他們兩個再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那個 好 那我們現在看他 溫度呢 好像一直上不去 再讓他攪拌一下 這時候啊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40度 所以只好人工加熱一下 好 倒40度了 已經超過40度了 那這個同時只要這兩個好了 我們就到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看倒下去的步驟 好 接下來你看我們調和完中和油的 其實非常的清澈 我們沒有添加任何東西 所以你做出來的肥皂會比較純淨 那我們母乳跟氫氧化鈉交合完了之後 就要緩緩的倒進去 慢慢的倒進去之後 然後一邊攪拌一邊倒進去 一邊攪拌一邊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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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全部到完為止 這時候其實最好還是戴一下手套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好 要省一點點 我們把它烤過來一點點 不要浪費 好 OK 然後就攪拌 然後就一直攪拌 一直攪拌 一直攪拌 攪拌到這個像美乃滋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寫一個8 的那個濃稠度為主 但是因為用手打太累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用電動攪拌器 用電動攪拌器快轉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 就是電動攪拌機啟動的時候啦 就這樣 懶得能手打 就是用這個打 快轉 那大家記得啊 如果打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上面有一些泡泡啊 要把它停下來 不要讓它上面充滿太多的泡泡 有的時候 你會怎麼打 怎麼打 它都是這個水狀 然後呢 它可以在水的表面形成一個碗子 我們就來看看這樣子會不會成功 OK 把所有的通通裝進燈子裡面 如果成功的話 兩天後它就會結成硬塊 就可以切肥皂了 好 兩天過後了 我們的肥皂已經變成這樣子凝固了 硬邦邦了 這時候來拆開看看它成功了沒有 好 其實這旁邊的肥皂 如果 有好方法 好模具的話 這些旁邊的肥皂 它還是可以用的 OK 這基本上就是一塊肥皂 肥皂是這樣子 如果你 那個 它有造化成功的話 它就會是硬硬的 它就不會暖暖的 那你拆開來摸摸看 就知道它成功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把它切成你所要的大小 然後把它放置三個月之後 就可以使用了 好 切一次給它看 現在才剛出來 所以還蠻好切的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切 好 就這樣切 好 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的一塊肥皂 好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肥皂 總共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塊肥皂 就是我們配這個配方 可以做出來的肥皂 我們把它閒置三個月 就可以使用囉